紧接着娱乐焦点非常有意思 带你来关心的是 小冰冰又另起炉灶了 在今天有一个新的烧烤店开幕 因为一张照片 小冰冰气死回神 正式开幕 天才 艺人小冰冰在内湖经营五年多的羊肉炉店 因为纸约问题人头收摊 8号烧烤店正式开幕 全部转型重新出发 谢谢就是秦阳哥 他有时间的时候 他都会来店里面帮忙 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就是秦阳哥在这里方面都也帮助了很多 好久不见的艺人秦阳现身餐厅开幕活动 原来是帮小冰冰站台 意气相挺还在店内亲切招呼客人 烧烤机是本店的烧烤 一天最少可以卖掉300支 介绍起店内商品有模有样 因为秦阳自己也是连锁餐厅的经理 对食物有一番了解 现在只要有空 就会到小冰冰店里帮忙 反正师傅 散看师傅 秦阳之前因为拍片还在居酒屋当起一日店长 经典台词红片大街小巷 当年演出台湾霹雳火 秦阳一年就可以赚进4500万元 后来赴上海投资失利12年内赔掉一亿 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 一起大喊加油 小冰冰和秦阳都是放下一人身份 希望在餐饮界再创一片天 三明星文凤和报导 秦阳还去帮小冰冰端盘子 对这个叫做冰冰政绩不拉贵烧烤 跟以前羊肉炉完全不一样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是因为你知道吗 大概是去年底今年初 被狗仔偷拍到一张照片 因为冰冰的羊肉炉在内部有一家 在长安东路里有一家 那时候是不是生意很惨 就是其实刚过完年 其实那时候天气冷应该是生意还不错 可是有一天有一个狗仔 好 我们来看这张关键的照片 狗仔逛啊逛就发现说 冰冰一个人坐在那个店门口 然后很落寞的样子 狗仔是跟踪了一个礼拜 发现那个礼拜 只有一桌客人 狗仔逛啊逛就发现说 冰冰一个人坐在那个店门口 然后很落寞的样子 狗仔是跟踪了一个礼拜 发现那个礼拜 只有一桌客人 一个礼拜只有一桌客人 对 这样就差不多在那边多大 冰冰耶 小冰冰明星的店 生命来这么快 就看到冰冰 你看他这边无聊花手机 对 就因为这是狗仔偷拍 所以是真的不是假的新闻 你知道吗 好 那个电波抓了 哇 冰冰当然很难过 想说雪上加霜 你再给他电一台 越没行李 但是因为这个照片 这张照片 有个贵人出现的 就是刚才我们讲 布拉贵 这个人叫曾钱贵 他是很有名 其实他之前在林申北路 有开了一家这个布拉贵 那时候是高宁峰在经营的 那时候生意非常非常好 我们大概几乎每个晚上 艺人都在那边聚会 后来这个布拉贵 就是全台湾其中二十几家店 而且它有独门的一种粉 就是它的烧烤 是那个布拉贵 自己研发那个粉擦上去 他们店里面是不用任何味精 不用任何调料 连腌制都不用 不用任何调料 连腌制都不用 是布拉贵的特调 那个粉沾上去 一烧烤出来 就是非常香非常甜 非常好吃 布拉贵看到这个新闻 就说冰冰 我跟他们爸爸学习 跟冰冰爸爸学习 怎么现在这样做事 你做得这样 不对 我要救他 就是类似我们那种 什么抢救贫穷大作战 那种样子 因为那个新闻 布拉贵决定要抢救贫穷大作战 对 布拉贵自己到冰冰的店里面来了 说冰冰 你不要这样 油头甘 我给你帮助 我给你叫 我给你咬 教他40道绝活 40道烧烤料理 这个就是蔡前贵 就教他说 你一一给我学会 而且是 是曾前贵在那天 开幕里面 真是遇到贵人 对 曾前贵把独门的酱料粉给他 独门的手艺 40道拿手绝活 教他冰冰很感恩 当然 秦阳是因为要当这个 他们将来另外还有一家店 秦阳要当那个CEO总经理 所以也进来帮忙 每天中午过后 秦阳就在那边端盘子 所以你看 有人教他独门的这个招牌菜 好 另外秦阳也在里面这样 帮忙端盘子 行李怎么会不好 所以关键就在那张照片 救了冰冰 从贫穷到现在 这样行李就要做起来 但是你知道 要有这个贵人出现 一张照片就可以救了冰冰 你看 好 我们来回问一下冰冰 冰冰好大哦 我被弄了你听了 你走开了 我已经打到你 你怎么不死呢 妈妈 我要吃蛋糕 冰冰乖 等爸爸切了蛋糕才能吃 妈妈乖 不要哭 冰冰 你看谁来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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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这是冰冰小时候 小冰冰好可爱 非常非常可爱 是 小冰冰靠一张照片 起死回生 其实眼云圈也有很多人 是靠一张照片 脾气太来 对 关键 基本上以前有个叫夜运仪的 其实曾经被周慧明 洗脚水 洗脚水 他要讲说我今年十九岁 我今年洗脚水 这句话其实是学 所有的观众都记忆犹新 洗脚 什么洗脚 洗脚 洗脚 要卷舌 你会不会卷舌 十九 洗脚 还是洗脚 你刚刚在外面说我像什么 洗脚水很可爱 洗脚水很可爱 当年是玉女的接班人 但是你知道吗 他结婚 他当红之计 嫁给一个玩具商 五年之内生了两个小孩 后来这个老公 昏变劈腿 好 扫 他整个被扫地出门 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怎么办 到处找工作 拉不下那个脸 他化名叫做王培 还不敢叫做夜运仪 化名王培去做房地产中介 所以要出去做仲介 可是他不会卖房子 房子怎么样都卖不出去 后来你知道吗 他就在街上逛逛逛 其实很可怜 就有一张照片 有一张照片非常臃肿 而且在街上闲逛的一个照片 好 这个照片出来的时候 被曾志伟看到那张照片 一个很臃肿的一个像大婶一样 在街上逛街 然后这样很憔悴 照片出来的时候 人家觉得 这张变叶玉仪 不行啊 那有可能 那有可能被人家败 这么厚 这么落魄 曾志伟看到之后说 赶快打电话给他 说叶玉仪 好 我们来看一下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 救了叶玉仪 在这 好 来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让曾志伟看到了 好 这张啊 它变成这样子啊 对 在街头闲逛 怎么可能 她是玉仪耶 因为那时候就是去 所以带楼不出去了 然后要聊两个小孩 这样 她说她是叶玉仪 她说她是洗脚水 没有人相信 所以改名是 我翁去不出了 又不会不出去了 好 曾志伟看到这张照片 登报之后 曾志伟立刻打电话给她说 叶玉仪 你来 我有几个仲介的案子 交给你去做 救了她 所以你知道吗 一张照片 救了叶玉仪的下半身 也让她起死回生 所以呢 一张可能很丑很落魄的照片 可能改变她的一生